注意看,这个女人的相公刚去世,女人就抱着墙宝中的婴儿改嫁了,但为了怀里的孩子,她也只能委屈自己。 刚到婆家,看着紧闭的大门,女人知道自己二婚根本没可能走正门,不仅如此,竟然还要用柚子叶去除她身上的污秽,因为婆家知道她曾经被禁过猪笼,这些她都忍了。 拜堂的时候,她发现婆家竟然用一只大公鸡来和自己拜堂,这一连串的羞辱加刁难,让女人不知所措。 里程后,丫鬟将女人带到新郎门口,示意让女人自己敲门进去,随后丫鬟急匆匆地逃离现场,女人带着疑惑敲响了房门,滚。 那么,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?点点头像的加号,我们接着看。